这一幅是我最新的一批下期的作品 是这个叫做《虚幻微尘》的主题 这一幅叫做《微光深处》 为什么我讲《微光深处》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在这个时间的轨迹里面 过去、现在、未来 未来的在我们现在将会在过去我们怎样形成 达到这个现在 而在我们现在是怎样去思考 活在当下之中去想这个未来 这个我们要用什么呢? 就是用我们所谓的智慧 智慧有心有钱 假定这一点我们在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 为什么会有一个噩汁呢? 就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冲击 但我们现在当是一个 在很高处跳出时间的空间 在一个宇宙的高点 就像曼德拉的一个主点望来的时间 我们又看到我们什么呢? 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 好像朦胧的一片微尘 就像太阳光射到一种薄纱里面 看到一堆的尘埃 而这些尘埃拍出来就像一个幻象 只是你的心色里面 你从哪个角度看到 就有不同的反面形象的幻象 这个我会解释到 因为我叫它说微光心 就是说微光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心字 我们的心波矶 我们的波矶 其实就是智慧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智慧 能够在里面不断地变动 在产生在外上的五色 所谓六根六层的一对比 产生在明色里面 我们的心处里面的心的智慧是没有动的 但为什么会觉得你没有动呢? 而是动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被外在的六根六层所不断地变动 就像一走马灯 它不断地变动 我们的心就会随着景去变动 但当我们的心不动 那个境是变动的时间 这就是微光心处 那个心里面的心智慧 所以我们叫做topic topic 即是叫做原秘智 这个时间 这个就是你变成不为景所导 这个就是所谓小城里面的思心 思是思想的思 即是达到某个境界 这个就是说你已经去到一个解断的裂盘 但如果假定我们的心智慧 一跳跳到一个境外去见 由一个境外去望这个所谓五色的时间 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外上 那个外上的影响 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另外 我这个心是没有动的 但那个境是不断地动的 这就是说我们大乘所谓的 就是菩萨道 是境除这个心存 就不是心除境存 所以我叫这个 就是你看到很多有不同的色彩 但是看下去的深处里面 是越来越多的 大致上就是这样 行为了 好 好